大天时迈打场,十四,下,量子意识,时间的本质 大天时迈打场,十四,下,量子意识,时间的本质 在梅尔卡纳,美尔,卡尔·安雷,中改变过去 量子意识 大师们,你所有人世的时相是不断地在一种流动的状态 你所经历过的一切都不是永恒不变的 但人类大多已遗忘了这个真理 因此我们告诉你,你所经历的每一个情节 都具有极大潜在的可能性 而那些你未经历过的,以你的话来说 也跟你所经历过的一样有效 你有能力可以经由梅尔卡纳量子意识 进到过去任何一个项量中,去改变任何的时相 如果你已选择了一个特别痛苦的经验 你可透过选择而去改变它 要永远记得,这个世界事实上是以你的思想过程 以全习图示的方式形成 以真实的影像投射出你自己所创造的一切 当你真正了解到你的肉身经验与环境 完全是你本身架设的心灵创造与信念的显现时 你已掌握了开门的钥匙去编写未来 也能重写你所认为的过去 这是透过意念及积极运用你神圣意志的结果 但这需要集中精力去深思熟虑的 在了解你真正力量之际 除非重新获得开悟及智慧 否则自由意志会是一把双刃之剑 在缺乏觉察的人生中任意使用自由意志 一定会导致物质时相无法达到原有旅程中最佳的状态 但总的来说,其最终结果 透过因果关系,还是能让你有更好的成长 你来到地球层的二元性大学学习 对你所创造的一切负责 当然这也包括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与挑战 在更高的层次上 人类人能觉察到真实内在的本质与神性 灵性目的及非物质的源头 但绝大多数的人在三维世界中已失去了和智慧连结的能力 你必须非常努力地超越 以成为你所认知的稠密的物质时相之后 才能再被授予智慧 积极进程,多重次元的吸引力法则 在当下的意识中 你可以积极主动地调整心智在正面的世上 假如你以积极的态度观想一切困难或棘手的情景 你的心智将会以心灵感应的方式投射而有正面的转变 因此,你可学习解决负面的思维或图像 并以相反的结果取代之 然而,仅仅去压抑负面思维是不够的 像自我憎恨、恐惧、气氛、罪恶或怨对 这些都必须被确认 去面对并更新透过向内审查思想及感觉 你可以详细了解你的情绪场域 并将它归为错误的信念系统 事实上,因果关系尝试错误的本质 终将带你回到这样的清理状态 且越早越好 透过意念,当愁密且负面的感觉发生时 学着去确认这些负面的模式 立刻以更快乐 喜悦的正向感觉取代 但在此常会被误解而容易消极地去压抑它 这要在一个复杂的情形下解决 但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做到的 你瞧,在一些情境的自然反应中 有人试图去支配你并非不恰当 而是错在某些情况下 你允许他人的意志来控制你 有人踩在你脚上使你无需道歉 你可以及时学习,冷静理性的反应 维持你整体的完整性 你不必全神贯注在那来来回回的消极思想的形态中 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 就是透过案例来教导卷入相对形挑衅的愤怒中 会迅速且庞大地形成能量场 其消极性会冲击到今生也会流入其他人世中 因此这些最终都是必须要去清理的 现在,以多重次元的同时性生命会形成有趣的交互作用 以多重次元的观点来看 当每一个根据你的渴望与信念系统投射出来的 你一生的版本会向前投射 这股能量会真实地汇聚成全阵列的多重次元量子场 会以不同程度的影响吸引力法则 举例来说,让我们想象一下 你在这一生中一直试着去创造丰盛 但很多很多的前世中 你曾经是和尚或是传道者 并许过要过贫困生活的誓言或不想与物质化有关 在这些人世中 你已确信钱财为万恶之根 所以在此层面上你试图去创造丰盛 但在更多角度上你会去抗拒他量子物里的职能投射是很清楚的 在这个例子中,抗拒丰盛的能量比吸引丰盛的能量来得大 因此,过去的信念系统必须从灵魂层面去修正 必须重新进入过去世中的量子意识状态 而将信念改为有钱并非罪恶 只是一种能量,可以用在积极的升级上 和尚的那一世照样可以选择简单度日 却不再认为钱财是罪恶的 过去世的创伤 我们与你分享一个过去世有过度流血的案例 这个人常常会在人群中因幽闭恐惧症和妄想症而有巨大的恐慌 他知道这是其因于受创的前世中 在土耳其侵略并毁坏雅典的数小时前 拉着小孩逃离混乱狂暴的城市 放弃一切,拖着孩子在慌乱中逃命 现在我们告诉你,许多灵魂被吸引到雅典 这个经验中,是被拖进来重演他们在亚特兰提斯时 绝望地沿着连接由加坦半岛 的陆桥逃离撼动的地球 这个电荷在他们多重次元的自我中 变成了一个重现的能量 这是极端情绪及恐惧的能量 吸引力法则适用于任何地球上的旅程 而流血事件也会延伸到其他事 以本身的强度吸引类似的经验 这在个人与集体上都会发生 世界大战就是集体负面情绪的例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实就是 亚特兰提斯之亚利安人与波赛东人冲突流血的再次发生 目前发生在中东的战争是十字军东真的在线 人类在一些观点上会明白这类冲突是徒劳无用的 你会及时学会憎恨战争是无法终止战争的 只有热爱和平才能终止战争 这就是爱的力量远比恨的力量更为强大 这是前世创伤的完美案例 在同时性的当下发生并渗透性的影响 现在假如能面对可能的过去并刻意去改变它 就可以消除恐慌疾病及神经衰弱等问题 改变过去就可以做到当你重写过去 改变过去经验时 其背后的恐惧也可以消除 就像这些创伤未发生过一样 而这却是真实的发生了 这只是一个案例 所以不要去管特定的细节 你所有过去的创伤都要被改变 以获得在量子意识内开悟的共同创造中所需的完美条件 不要惊慌 这是十分可行的 在前意识的层次的梦境中 你已做过很多次了 我们向你保证 可以在当下状态之量子意识中 有意识的在梅尔卡纳中去进行 因为过去 现在 未来确实是同时存在的 没有任何理由说你无法去反映一件事或改变它 不管在你实际参与之有限的时箱范围中是否真正发生 你有能力从过去移除创伤 在盖棺上 这是这个课程最后的完成阶段 以及你当初会选择这个经验的原因 时间次元间的门户 现今那些桃黎木MU之岛的猎幕里 亚人并非仅仅是因洞穴探险而进到地心 他们并不是突然发现一个洞穴 更深的往内探险而叠进巨大的世界的裂缝中 他们是精准地进入全能地球的不同空间 集结在次元 时间大门之座标门户 透过意念及自我掌握的能力提升他们的频率 向上进入另一个全息途中 这个过程是依据亚特兰提斯黄金时期的一种更科学的协定与技术 但其目的不同 猎幕里亚人主要是依靠自然时间之门的载体 而亚特兰提斯人则是以精密的仪器及水晶创造出时间之门 两者都需要掌控自我 提升振动以达不同的频率 许多人都已经历过阿肯色州 雪市达山 大提顿 国家公园 次元之门的层面 也读过笔落的 Guy Ballard IAM运动的创始者 与挚爱的圣哲曼大师 以及在圣山上集之内以太光之城的扬升大师 共同开启的作品 虽然真实上这些光之城在方位上不是在上或在下 但这只是分隔城市在相同无空间的空间所发生的情形 以次元间之门护卫路径 矛定在这些地点的特定能量矩阵上这些地区 这些以太光之城是这星球上主要的编码点 Key Coding Point 你们应该花点时间到这些地点 将它们视为研究所 这些入口与时间之门有着相同的机转 好好的去拜访这些地方 并有意识练习你 以知道在潜意识梦境中要做的事 事实上 你在梦中常常拜访这些地方 结束雨 亲爱的 有些人才开始去探索内在自我 并试图去消化先前对宇宙真实本质 更高时香 你真实的创造力等一些可能不切实际及夸张的说法 最后 你可能要面对现今三维中小我意识的窘境 二元性心智的城市会告诉你说 这是在幻想 并引发疑虑阻碍你前进到更大的真相 请记得 你心里接受 心智上相信的 都会投射而进入你时香的显化中 因此你要去分辨且适当的去认知 你的意识上并不全然了解 你神圣的存在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扩长高深 因此大师们 扩大你的信念系统并调整你心里的参数 当你付诸行动时 你的目标及挑战会向更高的一处扩展我们此时与你分享的真理 可以用来加强智慧及内在视野 并朝向探索知识与智慧的崇高路径前进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方向 当一律消除并授权与你回家的旅程时 你内在自我已经都准备完全辨识是绝对需要的 因此要仔细聆听内在的声音 不要允许小我心智的恐惧或疑虑阻碍引领你回家的神圣内在指引 有能力在时间中成为不被固定且真正在其中航行 并在多重次元间简单实用地提供整体疗欲 全我的方法地球上某些地区较容易进入时间全息图及多次元的层面中 北美洲最重要的有格莱姆一基 Grimes Point位于内华达州 大提顿 Grand Tattens 阿肯瑟州及雪市达山 而分布在全球最重要的地点有的的克克湖 罗斯林 大教堂 蒙特赛拉特 圣山 位于西班牙 吉萨 金字塔 巴西的米纳斯及拉斯 戈壁沙漠 贝尔卡湖及富士山等 这是因为频率性的能量会在这些门户内渗出来 并达到梅尔卡纳的境界没有一件事是永不改变或是命中注定的 所有事情在事前 事中及事后都有可能会变化 对你们而言 编写未来或改变过去都是最终的挑战之一 而没有任何时间比当下更重要的 我是麦打厂 与你们分享这些真理 一切如是 Channeled by James Tyburn Translated by Alessia Message from HTTP 帽号双斜线 www.2 连字号keeper.com 斜线 e-news 底线 69.htm 1-3 省下店 2-3 省下店 3-4 省下店 2-4 省下店 2 省下店 3-5 连字号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